我研究一下 晚上给你做一顿浆糊的大餐 那就这么说定了 喂 你怎么样 还好吗 喝心吧 还死不了 需不需要我什么帮忙 想吃大餐 但是最近用上火的力 好 我研究一下 晚上给你做一顿浆糊的大餐 那就这么说定了 不跟你说了 还有事 挂了 我也需要处理一些事情 想想 你现在必须跟我说实话 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 但我必须知道真相才能解决问题 我没有骗你 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梁洛飞发那个视频呢 那个视频是假的吗 是他合成的 对不对 视频是真的 是真的 我真的是搞不懂啊 我真的是搞不懂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自己 什么意思 他每次打我 我只能跪下来求他 但这样根本就不管用 他只会越打越厉害 后来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心想大不了就死了算了 然后我就拿脑袋就撞枪了 他反而不打了 后来我发现这个规律 我就自残 这样他不仅不会打我 反而会过来安抚我 所以说这个视频只是个片段 我还要看了 你有所有的视频吗 那个视频我估计是在家里面 装了摄像头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也是今天看了之后才知道的 完整版的 他肯定早就删了 他不会给自己留下不利的证据 可是现在这个视频对我们很不利 我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推翻他 可是我现在没有证据 如果梁洛飞真的这么暴力的话 那么受害者应该不止你一个人 你知道他的前面又是谁吗 他就要不离 会儿子 我喜欢他 他在家里面 不清 我可不得你 不开心 我可不得你 我可不得你 他会的女人 我可不得你